往上走 第二横在中间 第三横 顶住大乾坤的圆 这是三 这是第二个构子部件 它整个这是一个梯形 三个横的形态不能一样 短横和长横的关系 基本是2比1 如果这个三写好了 我们写王 写玉或者主 写主 写五 第一横都是在这个线里边 都是要用到这个三 第三是十 十 宽度要够 宽度要够 十写好之后 才可以学习签 实际上呢 这用的就是这个十 早 用的也是这个十 变形的 变形的 比如说 木 木 木是经常用的了 是吧 这是虽然短 但是呢 是十的变形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是钉 一横 和一竖钩 钉 那么用这种形态的 是吧 略微有些变化的 这是壳 时间 时间关系呢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是吧 但是呢 要把这个钉 记下来 第五 也可以说 草子头 啊 比如写肝 在中间 起笔 左边的树 要有一定斜度 右边的树 也要有一定斜度 它上边呢 一定要长 上边不能短 和它类似的 有变形的呢 比如说这个 共 也是上边要长 这个要稍微长一点 实际上呢 我们看这个呢 这两树 是吧 道理和它一样 就是上边这一部分 要长 而这两横呢 用的是什么呢 前面已经讲到了 实际上就是2 实际上就是2 下边是长 这都是横起笔的 我们按起笔的 这个形态分的类 长 行好了 上边加成一点 就是广 如果 上边变成横折横 是吧 就是湿 但是它这个长度 和这个撇的要求 是一样的 下边呢 也是横撇 只不过是 要出头 一种是横要长 这就是经常要用 用它来构造 完整汉字的 横要长 撇要短 撇要短 比如写有 这就是横长撇短 为什么要横长撇短 因为字的主要笔画 是这个横 我们前面讲了 叫主次分明 如果横短了撇长了呢 就不好看了 第二种呢 是横短撇长 横短撇长 是这种 我们看一下 如果把它写成有 就不好看 但是如果不写有 横短撇长 写成左右的左 它就好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两个地方 要对称 这两个地方要对称 所以这个要长 这个自然就要短 这是横起笔的 还有一个就是 隔 横 要在小乾坤之中 往上斜 然后这个 斜钩 这次读翼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 这个 这个偏盘 葛子盘 像这武装的武 成功的成 这个货者的货 等等 都要用这个 这个盘 翼子盘 还有最后一个是 这个方 他一定要往这边写 然后 折笔 动过来 比如 写这个区 和巨大的巨 都是这样的 区 这是横起笔的一些 构字补件 那么强调练习呢 是练习 这些 前面这些 一共横起笔的呢 是有十个 竖起笔的 竖起笔的 一个是口 这个口 上宽 下窄 不论什么书体 不论是 欧体 流体 延体 还是这个 卫背 等等吧 只是 方和圆的不同 是往外 拓 和往内收的不同 他这个 上宽 下窄 都是一样的 这是用处 非常广泛的 一种形态 你比如说 田 是吧 甲 油 这都好 这都很清楚 写古 古代的古 不是写 田甲 油 写古 这个口 绝对不能写成 这种方的 一定要 上边宽 下边窄 上边宽 下边窄 第二种 是扁口 是扁口 边口 高度和宽度的关系 是二分之一 是吧 比如 加一数 是吧 加一数 就是中间的中 如果不加数 这就是四 在字当中呢 比如说 这个革命的革 是吧 中间这个 也是要用这种扁口 是吧 也是要用这种扁口 还有呢 就是这个 竖 是吧 横 折弯钩 横竖弯钩 是吧 这个形态 和口呢 有类似地方 又不太相像 就是它这个 稍微扁一些 是吧 写而且的儿 用的 就是这个形态 是吧 下边一种 是窄的 窄的 窄的 高度和宽度呢 基本上是 二分之一的关系 二分之一的关系 比如 写日 写木 写宝贝的贝 都是这样的 这是日 宽的 宽的 第一呢 是扁的 第二是窄的 下面我们看宽的 也是一束 横竖钩 横折竖钩 左边一束 是吧 右边一束 要高 要高 这个形态 比如 写同 是吧 写国 是吧 加上这个横 刚才学到这种形态了 口 是吧 这就是同 如果下边加上一横 上边 是鼓呢 这就是固 是吧 这是宽的 那么还有 山子这个 也是一个半包围的块 左边一束 一往这边斜 然后上来 像这个呢 加上一束 就是山 就是山 如果一撇一点 就是凶 最后一个 是上 这个往上 这横要长 这横要长 这个上呢 束 往这边 翩一翩 是吧 加上这边 加一束 就是纸 就是纸 如果下边呢 再加上呢 就是布 上边加一横呢 就是正 所以竖起的 构字部件呢 一共有七个 下面我们看撇起的 撇起的 撇起的 第一 是撇 是撇和短横 比如 这一撇 第一个是他 短横 是吧 看起来简单 写中午的五 中午的五 中午的五 再比如写牛 写牛 都是这样的 它的关键在于 这个撇这横的关系呢 要在撇的末端 写这一横 很多人呢 不是 很多人是写的 是这样的 这样的字呢 就不好看了 第二个呢 是 撇和撇 比如说 短撇和竖撇 这种 这种 比如我们写金 写金 就是用的 用它来构成的 这一横就是一竖 再写反 反正的反 都是 第三种 是人 这个人呢 是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上边的 人字头 比如写权 写合作的和等等都是 第二种呢 是在下边的 撇短 纳长 撇短 纳长 比如经常我们 每天几乎都要写的 是 撇短 纳长 这是一种 下面呢 就是八 八 这个八 如果加上 刀 是吧 这样 就是分子 就是分子 还有一种八的变形 是撇和点 也是经常要用的 经常要用的 这个形态 比如 其中的棋 用的就是 这个 八 这是 撇和点 再有就是大 这个大呢 是大字头 横要短 撇 撇 那 要长 要开张 比如写这个眼 啊 用的就是这个导 下面一种呢 就是 一撇一纳 一 读音是读意 为什么单独给他提出来呢 因为我们如果放在字中去写 很难看清楚他的这个形态 他是在接近中心线起笔 然后弯过来 在这写 一纳 这是撇起的构字部件 还有其他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再继续给大家介绍 下面我们继续啊 给大家介绍 凯书的构字部件 刚才介绍到了 撇起的撇和纳 这个撇和纳呢 用处也非常广 你比如写这个右 在中心线附近 就要撇过来 就要撇过来 如果超过了 按对称来说 到这来写 就不好看了 这个右 如果加上 短撇和竖撇呢 就是反 也是一个构字部件 但是它是由撇和纳构成的 这个头 管它叫条字头 撇要短 第二撇 横撇要长 那 这个头 比如写条 就要用这个头 所以姑且管它叫 条字头 比如写山峰的峰 用的也是这个头 比如准备的背啊 这个 个啊 加不加一个口 就是个啊 都是一个头 和它类似的呢 是底 比如这个 复锡的腹 下边这个底 就不一样了 是撇要长 这个撇要长 我们看复锡的腹 这个撇要长 到边缘这儿 这个 这个要弯 然后 然后寻的 然后寻的 下面看鱼子头 一撇 要长 横着撇 第二撇 第二撇要短 第二撇要短 写 争取的争 是吧 这个 大象的象 比如我们写象 就用这个头 就用这个头 是吧 危险的 V 都是 变形的 变形的呢 就是 这个第一撇短 第二撇长 变形的 但是方向是一样的 比如这名字 这个名 这个口 我们前面讲到了 是一个经常要用的一个构字布件 上边宽 下边窄 下面是R 第一种是 左边这撇是先竖 这点是比较直的 然后再撇出去 右边竖弯钩 弯度要合适 像这个形态 如果加上 两笔 就是凡字 就是凡字 稍微展宽呢 就是封字 比如我们展宽 也是 是竖 这边展宽 弯度略有不同 这就是封字 另外第二种呢 就是在底下用的 也可以说叫这个 儿子底 是吧 区别在哪呢 这一撇 这一撇要短 要直 要短 要直 竖弯钩 要长 这个要长 比如说 写兄弟的胸 短 短而直 这个要长 再比如这个 克福的克呀 光明的光啊 都是要用 这种形态的 公园的圆呢 是吧 这个 鬼呀 都是要用 这就是口 口的形态 短而直 这个要长 下面一种是 丝 丝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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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读音是读丝 比如写弓 是吧 写弓 如果上边两横 就是云 刚才开始就讲了 这个二 是一个构字部件 现在我们又学到这个丝 如果二写好了 这个丝写好了 那你写云 就没问题了 比如说 这是二 这是二 偏上 然后下边写这个丝 这一组合就没问题了 玉字头 这个玉字头 也是一个构字部件 比如加上一个 这是玉 这就是属于这个 带有这个折笔的 构字部件 下面是点的 点的 点和横 有点和横组成的 比如点和长横组成的 这个点要居中 要饱满 点要居中 要饱满 那么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 写盐 就是用这种形态 看这个口 就是我们前边 讲的 讲过的构字部件 点和横组成的呢 还有一种是短的 是吧 点一定要饱满 这个要短 这个短 是吧 比如说写这个 培 是吧 声音的音 这是前面学过的 是吧 那种 窄的 是吧 构字部件 上面 这里边加上两横 就是音 是吧 所以这个 要先练好 点起的第二种呢 就是 所谓倒八字点 是吧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右边是撇点 这是一点 右边是撇点 这个角度 基本上构成什么呢 构成一个90度角 90度角 往往有的人写不好这个呢 这个角度和高度不对 一般的左关键 一般的左关键带于角度 比如说 写羊 这用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用的是三 用的是三 再比如 火 或者半 一半两半的半 也是用的这个点 这边呢 稍高一点 如果延长的话 它也是这么一个角度 是吧 这用的是 用的是二 又把二用上了 是吧 加上一竖 这就是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 火字点了 火字点了 比如说 羊羔的高 是吧 上面用的是 这种八字点 是吧 角度一定要合适 中间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三 是吧 下边 这是四点 往这边写 中间 两点 最后一点 是吧 这是 也是要常用的 它这个四个点的形态 构成一个 扁的一个梯形 然后中间的间距 一定要匀 这个写的时候 一定要连贯 这样就有呼应 第二的最后一个呢 是 突宝盖 突宝盖 比如写 军队的军 军队的军 这用的呢 又是口 这是关于第二体的构子部件 就是 这么四个 如果军队的军呢 这个突宝盖 上面加一点呢 又是构成的宝盖头 也是个构子部件 我们这点介绍的呢 是最基本 最常用的 构子能力最强的这些部件 这是点起的 最后是折起的 折起的 一个是 雪子底 雪子底 比如说 我们看写这个雪 刚才刚刚学完这个构子部件 这个底 是一个构子部件 比如 归来的归 归来的归 用的就是他 再比如 应当的当 简体的应当的当 建设的建的右边 这个玉子 只不过是出头 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这是出头 这一部分 用的就是 这个雪子底 下一个是弓 是弓 比如我们知道这个 经常 写的这个弓 也是一个常用的构子部件 比如一张 加上一个 就成了张 那么变形的呢 比如 一 也是用的弓 只不过是宽了一些 宽了一些 最后一个呢 是锥 读是读锥 是由一个单立人 和这个 类似于家这种形态组成的 我们看啊 这是用处非常多的一个部件 实际上这已经是 由几种笔画组成的了 比如写 英雄的雄啊 集合的集啊 等等都要用得上 上面呢 我们就介绍了 这个凯书 基本的构子部件 这些部件呢 一共是42个 42个 数量呢 虽然不多 但是作用非常大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啊 就是由他们 在进一步组成啊 新的 单字 或者构子部件 你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是吧 由这个一撇一纳 是吧 由一撇一纳 构成了一个钥 是吧 这个慢 写一个慢 这是前边学的 扁形的构子部件 是吧 加上两横 这是个约 然后再由这种 更扁一点的 啊 刚才讲到了 是吧 再加上这个钥 是吧 这就是慢 是吧 由这三部分 是吧 组成这个慢 这个慢呢 加上三角水 啊 就是慢长的慢 如果我们加上树心旁呢 啊 加上树心旁呢 就是快慢的慢 再加上草字头呢 啊 就是枝慢的慢 所以这个 这三部分 又组成了一个 新的构子部件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反 啊 前面介绍了 平撇 竖撇 啊 这是一个布件 右 是吧 这是由撇和纳 构成的一个布件 旋台的字里 但是这个基本的呢 没有变 啊 由这个 这个反 是吧 再组成呢 比如说 斑 好 反 返回的返 或者返 也是由一撇一树 一个平撇一个树撇 堵成了 再看 由 这个部件 和这个 儿子底 堵成了一个键 这个呢是略长一些 那么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 偏旁 这就是线 就是线 再比如这个口 上宽 下窄 里边再加一个石 就是田 那么这个 一出头 这一出头 就是油 下边一出头 就是身 是吧 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个一个口的形状 是吧 这个部件 是吧 构成了田 是吧 构成了油 构成了身 是吧 如果是油 如果是油 那么这边 你再加三角水 是吧 又是一个心的字 如果是身呢 这边加一个单力人 是吧 伸展了身 是吧 这个呢 同样还可以 就这个口 是吧 上宽 下窄 是吧 不出头 就是甲 这个甲 这个甲同时呢 又是一个心的 又可以构成心字 比如说加一个踢轴盘 是吧 加一个踢轴盘 就是这个压 是吧 如果这个短一些 比如说这点 加上两横 是吧 加上两横 是吧 这要高一些 因为间距要匀吧 是吧 加上两横 这就是理 这个理本身呢 加一个偏盘 是吧 比如加了一个 偏盘 又是道理的理 道理的理 是吧 加一个 犬子边 是吧 又是狸猫的狸 上面呢 我们介绍这42个呢 都是组成新的 构子部件的 最重要的 就是由他们呢 又可以再生成 很多新的 又可以组成新汉字的部件 在构子部件里边 还有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 就是可以称作为 偏旁部首 偏旁部首 关于偏旁部首呢 我们主要介绍这么两点 第一呢 就是要注意 这个偏旁部首的形态 你比如说 形体长的 形体长的 这个树心旁 在学习的时候呢 主要注意 这一树 关键是这一树 要略向右 倾斜 略向右倾斜 单里人也是 这撇 这一树 千万不要在这段来写 要在下段来写 也要略向右倾斜 这是形体长的 提手旁 略向右倾斜 为什么呢 前面已经讲了 是吧 汉字呢 是以右边为主的 右边为主的 他们是附属 要靠上 要靠上 周 周 周字旁 这就是偏旁 是吧 左边呢 要短 这是一部分 就是形体长的 注意它的高度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形体短的 形体短的偏旁 你比如说 这个土 要偏上 它一个特点是偏上 同时呢 左边要伸展 右边有收缩 左边要伸展 右边要收缩 立 也是 偏上 横度要往上斜 左边要伸展 左边要伸展 右边要收缩 这让位的是什么呢 位的是给这一部分偏旁呢 留出空间 这是 这个偏旁在 形体短的 那么在右边的偏旁呢 都要伸展 你比如说 这个反纹 正 这个反纹在右边 在右边 一定 这是要伸展 这是用的 就是刚才一匹一纳 这个构字部件 这一定要伸展 一定要伸展 这是我们向大家介绍的 楷书的构字部件 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的体会呢 这个很好的练习 当然构字部件呢 在字当中呢 组合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下次啊 再给大家具体介绍 一些变化的规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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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合体字 都是由两个以上的部件构成的 汉字数量虽然很多 但是结构形式不复杂 它可以分为 左右结构 上下结构和包围结构 大的可以分为这么三类 这三类 它的基本原则 组合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掌握了呢 那么在写汉字的时候 就会有意识的 调节它们的关系 就能够把汉字写得比较漂亮 我们先介绍 左右结构 这个合体字的 组合的原理 左右结构 合体字的组合原理 主要是这么两条 第一呢 就是以右边的部件为主 这个在讲汉字结构原则的时候 已经 实际上已经讲过了 就是 主次的时候 主次分明的时候呢 就是以右边的 部件为主 以右边部件为主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左右两部分的 两部分呢 要错落 要错落 不能平齐 先看一下这个绳子 柿子旁 这是左边 它站的位置 比较窄 而右边 这个深 这样的位置 就比较宽了 看上下 是吧 围绕这个前空格 是吧 所以它这个 右边呢 是长的 是吧 左边是短的 这是 神 在宽度上呢 这个是站的 要比这个 柿子旁大 身站的比柿子旁大 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阻子 站的位置呢 仍然比较窄 这个 这个 且这一部分 形体 不能太长 但是呢 宽度 要宽 仍然是 体贱的它为主的情况 上下呢 上下呢 是错落的 也就是说 柿子旁呢 高 它呢 矮些 矮些 如果平旗呢 我们看这个 仍然是这个 阻子 仍然是这个阻子 是指 右边 偏旁 要宽 要 左右啊 这个宽度站的空间 要大 然后呢 根据情况 左右两部分 组合的时候呢 要错落 要错落 再看这个 母字 也是 左边长 左边这部分的形体 比较长 右边呢 比较短 横向 站的 位置比较大 而 纵向呢 站的就 小一些 这是 左右结构字的 第一个原则 就是组合的原理 第一个 就是 要以右边的 偏旁为主 同时呢 左右 这两部分部件呢 要错落 不能平齐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左右结构字 就是 左边的偏旁 如果形体 比较短的话 一定要偏上 让右边的偏旁 把这个 左边的偏旁 拖起来 比如 这个字 硬子 这个在讲主次分明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讲过了 现在只不过是 从 合体的组合原则来说 这个 这个石 和这个 杠这一部分 它们横向站的空间 是差不多的 关键是这一批 要插过来 这一批 特殊的书 杠字旁 也是形体比较短 虽然呢 重上站的空间 不算太小 但是呢 是偏上 这是学过的 这一横 要在下部 这一横 也往左伸 竖 要长 撇 要穿过来 要脱起这个 带 然后那 这是左右结构字的 组合原理 也就是说 左边这个偏旁 形体小的说 短的说 它只站 左上角 这个部分 那么左右结构字当中 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的 有的分成左中右 就是说 由三部分 左成的左中右 然后我们看这个字 这是一部分 中间 又有一部分 右边 一个反文 右边一个反文 实际上呢 仍然是以右边为主 是吧 就是三部分来 来讲 是吧 这个右边这部分 站的横向站的空间 不能少 不能少 第二个呢 是上下结构 上下结构的 上下结构字的 组合原理呢 就是 有这么四条 第一 就是要以下边的 部件为主 以下边这部分为主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上下的部件 这个分别来看 它的部件呢 中心线 要对正 这是第二 第三 横向的主笔 横向的主笔 要突出 第四呢 横向的主笔 要对称 要对称 这实际就是前边 讲过的 主字分明啊 分布匀称呢 但是我们在 这里边呢 作为组合的原则 再强调一下 比如 这是上下结构的字 以下边的部件为主 下边呢 就要 站着空间大 下边只有一个石 我们看上面这个阴部呢 是占了 大约是 六分之四的位置 是吧 下边这个石呢 要占的位置要大 再看一个字 这个横向的主笔呢 一定要突出 是吧 欣赏的赏 这是横向的主笔 要够宽度 顿笔 提笔勾出 这是上下结构的赏 是吧 中心线 对其横向 够宽度 下边呢 背 是吧 纵向呢 占了二分之一的位置 上下结构呢 有的又分出了上 这是品字结构 是吧 实际品字结构呢 也是上下结构 只不过呢 或者上边 是有两个部件 或者下边 是有两个部件 但它结构原理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看这个字 这一部分 这是第二部分 这是第三部分 你说它是品字结构 也可以 是吧 是 倒品字 也可以 仍然呢 是 以下边的部件为主 上边 这两部分 也仍然有一个中心线 是吧 和下边这个对正 这是上下结构的这个 组合原则 就这么四条 是吧 一个呢 是以下边的部件为主 也就是下边呢 纵向站的空间呢 一定要大 第二个呢 就是上下的部件 它的中心线要在 要对齐 要在同一个中心线上 第三个呢 就是横向的主笔要突出 第四呢 横向的主笔要对称 这是上下结构 第三种结构 就是包围结构 包围结构 包围结构 主要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 它的原则就是第一 全包围结构 全包围结构 和这个半包围结构当中呢 这个主要的笔画呢 要突出 半包围结构 如果这个 是在下边 它的主要笔画就要突出 我们先看全包围结构 这是只有这一种的 就是这个方块 比如 这个阴 这全包围结构 外边 这个要突出 所谓突出呢 实际上是相对而言的 也就是说 里边这部分不要太大 里边这部分不要太大 这个大 要 适当 这个要实际 如果里边这部分太大了 是吧 这个字就不好看了 要 要把外边撑破了 它就不好看了 同 是一个道理 虽然它不是全包围 还留了一个 是吧 下边是留出了个空 但是它也是为主 这就要求呢 里边这部分 大小是的 大小是的 不能太大 是吧 如果太大 如果大了 同样的 也感觉 这个块呢 要被撑破了 太小了 是吧 就不能够包围住 这是 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半包围结构 它的主要的 笔画呢 是在下边 那就是这个笔要突出 啊 要以这个 下边这个为主 比如这个字 包括这些走支盘 是吧 都要脱去 里边的这个 上面那个布架 题目的题 这个 要为主 这个偏旁 所以以这个 包围 这个框 为主 这个不能打 不能打 不能打 再看一个 键 这是主要的 这是主要的 这就是所谓 要以这个 外边这个包围 这个这一部分的为主 如果呢 包围这部分 不是主笔 它怎么判断 它是不是主笔 它不在下边这儿 半包围啊 这部分不在下边 而是在上边 尤其是在左边的时候 它就不是主要的 要写的比较轻一点 比如 敞啊 广啊 并啊 这样的 偏旁 比如这个 原字 一定要以这部分为主 这个厂 所谓半包围 它不能包围 它只能作为一个小帽子似的 戴在上面 不能中 比如房 虽然呢 多了几笔 虽然多了几笔 但是由于是在上边 又在左边 仍然是次要的 仍然次要的 这个要写的清 要写的清 如果在右边呢 但是 右边 就不一样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是在上边 在左边 虽然它长 起到了 这部分好像是包围 但是它不能围 如果在右边 就要突出 比如说 这个五字 这个字 五字 这一笔 要突出 因为它是 这个情况呢 我们是把它视为是 它要包围这一部分 它是在右边 它就要突出 是主要的部件 这是我们讲的 合体字的组合原理 概括起来就是说 左右结构的字 就要以右边的部件为主 具体怎么 为主 就是横向站的空间要大 然后这个左右两部分呢 要错落 具体的呢 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 上下结构的字 要以下边的部件为主 它就纵向 这个高矮呀 下边的部件 站的空间要大 而且呢 上下的部件 它的中心线 要对齐 横向的主要的笔画 比如横和匹纳 要突出 要对称 这是 上下结构 那么包围 和半包围结构呢 就是 要看它的具体位置 如果是外框形的字 要以框为主 里边都不能突出 如果这个 左上角的半包围这部分 要轻 如果是右边的 要重 这是 我们讲的 组合原理 具体的 这些部件 在这个组合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我们简单讲一下呢 有这么几条 第一 第一 就是 在字的左边 在字的左边 要收缩 右边 伸展 左边 这实际上呢 仍然体现了 这个 以右边为主的 这个观点 看 比如说这个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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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右边呢 收缩 左边伸展 而且偏上 如果 它在字的下边呢 就不是这样了 就没有什么变化 这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是吧 这是在字的下边 这是 组合当中啊 它这个 部件 会出现 哪些变化 这就是 在左边 和在下边的 不一样 实际上呢 它仍然体现了 我们 反复 讲过的 就是 以右边为主 以下边为主 它因为在左边 所以收缩了 在下边 就突出了 那么在右边的情况 怎么样呢 在右边情况呢 变化不大 休息以后呢 我们再继续接着讲 下面我们继续介绍 构字部件在 合体字当中 它的一些变化规律 上次讲了呢 在左边的时候啊 要收缩 要收缩 在下边的时候呢 变化不大 我们再看 在右边的时候 右边 我们再看 就是在右边 在右边 它的变化也不大 那么在上边呢 看这个字 这是在上边 形体呢 因为在上边呢 缩小了一点 为什么 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因为这个字 是以下边为主的 在半包围结构当中 看这个字 是以下边的 变化也不大 全包围结构当中 变化也不大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么几点 也就是构字部件在合体字当中 它的变化规律是什么呢 第一 如果是在字的左侧 它就要收缩右边的 把右边的收缩短一些 左侧的不变 甚至还要伸展 这是第一 如果是在下侧 右侧 它就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它都是主要的部件 如果在上侧 要形体要缩短一些 如果在包围或者半包围结构当中 它也没什么变化 所以在组合的时候 在学习组合的时候 主要重点关注 它是在字的左侧和右侧的时候 它的情况 这样的话 我们在组合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组合好 这是讲的 和这个构字部件 在合体字当中 它的组合的 基本的原理 和这些部件变化的规律 上面呢 我们讲了凯书的基本笔法 它包括了方笔原笔 讲了凯书的基本构字部件 才四十来个 讲了这些部件 在合体字当中 它的组合的原理 和变化的规律 那么从单字角度来说呢 凯书呢 基本都讲完了 这是单字 作为书法创作来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章法 也就是 这个单字和单字之间组合 它怎么组合 怎么组合 道理呢 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因为凯书 它比较端正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单位 所以在组合的时候 章法书呢 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竖的这一行 和横的这一行 都要对齐 就是每一个字 它都有一个中心 把中心线 纵和横对齐 那这个章法呢 就基本解决了 就基本解决了 但是章法呢 可以分为 比如说两个类型 一种呢 所谓茂密型的 就是字和字之间 横和横之间 间距比较小 比如我们看这幅 严真卿的 秦礼碑的这个作品 就能看到 它属于茂密型的 就是字和字之间 横和横之间 它的间距比较小 一种呢 是舒朗型的 就是字和字之间 横和横之间 它的间距大一些 比如像 欧阳巡的九成功 像柳公权的玄米塔 它就显得舒朗一些 不论是茂密型的 还是舒朗型的 它的要求 实际上 十指没有变 只间距有变化 十指就是 纵和横 都要整齐 简单说 就是纵和横 都要整齐 这是 从一般的章法来说 具体到创作作品呢 还有一个落款 落款的问题 下面呢 我们也是 先写一个单字作品 咱们一起看一下 单字作品 也是用这种卡纸 我们写一个寿字 先写一个 圆笔的 所谓圆笔的 比如说 掩体 整个看好了 把这落款的地儿 事先留出来 只是一顿笔 也是一顿笔 并没有 回 并没有藏锋 这是 主要的笔块 宽的 往右上走 右上走 然后提笔 顿笔 再提起来 再顿 横呢 稍微细一些 这是树 要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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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要的呢就写完了 下边写落款 因为位置呢 比较少 只是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盖上章 四角样 这边 也还可以盖一个 之所以没有写上款 是为了要盖一个账 两侧压一压 两侧压一压 这点呢 从整个看呢 有些空 还可以再盖一个账 这就叫压角账 这样就显得 这个地方呢 不那么空了 这个作品呢 就写完了 下面呢 我们同样再写一个 是写的方笔的 方笔的 刚才这是远笔的 是吧 类似于掩体 下面我们写一个方笔的看看 方笔的讲了 就是起笔的时候 要测 要往上斜 到这边 注意也是测的 上边 切着下笔 写成落块 盖上章 这边 也盖上章 章本身呢 就是一种调节 这次我们上面盖一个小的 左右压一压 不然呢 容易盖不清楚 下边也盖一个 易寿严念 左右压一压 这样呢 这幅作品呢 也写好了 这是楷书 只是用一个字来创作 如果我们用一定的时间 如果我们用一定的时间 不论你是练 方笔的也好 还是远笔的也好 结合我们上面讲过的这个 这个 结构的一些规则 我相信呢 大概用一个星期左右呢 你就能写好这个字 这是一个字创作 它的章法呢 主要注意好落款的地方 就行了 那么还 从一个字 可以过渡到 两个字 四个字 甚至更多一点的对联 可以过渡 下面呢 我们写一个四个字的 四个字的 不论是 竖着排列的 还是横着排列的 它的章法呢 就是要求 字的中心线 要对齐 这种瓦当纸呢 用起来比较好用 因为它有这个 有这个圈的 四个字的 我们竖着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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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寿 寿 我们总写这个 易寿延年 因为练书法确实是对身体有好处 也希望呢 就是我们通过练书法呢 身体更好 寿 先下边的字说要看上边 把这个中心线找好 这是主要的 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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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成这块 盖上装 再盖一个 引手账 这幅作品呢 已经写完了 这是讲的 四个字 写一幅作品 那么到现在为止 关于楷书呢 我们就全讲完了 另外最后还需要强调一点什么呢 就是在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 独贴 不一定都动笔来临 但是呢 要注意呢 读 注意读 读一读啊 古代这些著名的书法家写的一些作品 经常读 时间久了 我们就会受到熏陶 受到熏陶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审美的水平就提高了 就有了对于楷书艺术美的一种感觉 在写的时候 把这种感觉 带到笔下 你就能写出 令人赏心悦目的书法作品 在学习当中呢 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就是 基本规律也讲了 基本技法也讲了 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练习 练习 其实道理呢 很简单 如果概括起来呢 就这么几句话 是吧 结构原理的 七条原则 基本笔 这个基本笔法的三步 齐笔 运笔 收笔 其中呢 方和圆 方和圆笔的区别 就在于笔杆的这个 这个倾斜程度 如果正就是圆 如果倾斜就是方 运笔呢 就是要中锋 就是要中锋 色形 这个道理都很简单 结构当中 比如分布匀称 也说起来 也简单 这就掌握起来呢 需要一段时间练习 因为你要想匀称 这几横 或者这几竖 是吧 间距要一样 是吧 你要能够看得到 看得到才行 如果看不到呢 是吧 写不出来 看到了呢 手下 没有什么表现能力呢 也写不出来 也写不出来 所以呢 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 练习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呢 也不要选很多字 一个练习做什么呢 就是把前面讲的运笔 中锋和侧锋的转换 练一练 尤其是顿笔之后 不要提笔 这个练一练 一般的呢 一顿笔一梯笔 这样就容易出现 一个死结 再一个练习呢 就是结构原理的 是吧 这些练习 比如形态上 我们可以徒手画一画 这个三角形啊 梯形啊 菱形啊 画一画圆呢 既练习的毛笔 怎么用笔 毛笔 也练习的呢 结构的形态 结构的形态 比如画一画这个 等距离的横线 是吧 等距离的竖线 等距离的斜线 都可以 这样就可以看看 我们这个 是不是均匀了 是不是均匀了 这是结构上 这个下功夫呢 练一练 今天讲的42个 啊 购字部件 比如2啊 3啊 口啊 这些 才42个不多 练一练 这些掌握好之后 是吧 一边练习 是吧 一边体会 掌握 掌握 有了基础之后呢 就是写 作品 啊 写作品 比如这一段时间 我就写一个 寿子 啊 就写一个寿子 啊 或者呢 我就写一个 我喜欢呢 比如说词 啊 词相的词 比如说忍 啊 比如说乐 就写一个字 啊 通过这一个字 来体会 所学的这么多道理 因为大家平时常说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实际上这个寿字呢 就已经包括了 所讲的结构原理的 全部内容 啊 全部内容 也包括了运笔 啊 比如说 这么多横 横的笔画 要兼具 要匀 啊 这个宽的笔画 一定要够宽度 是吧 等等 啊 就全部都包括了 所以你把这一个寿字 能够下功夫 是吧 用一段时间 写好 写的自己呢 看着就很满意 别人看着也说 写的很不错 很漂亮 那么你再继续 写其他的字 也是一个字 那也是一个字 你就能够写的比较好 最开始这个字 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 但是呢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用的时间呢 就不是很长了 关于凯书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的事 再见